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稍早前报道 针对此前土耳其军队对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武装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之际 华盛顿方面突然背后捅刀 抛弃盟友的撤军行为 留守在叙北部美军基地的库尔德武装部队愤懑不已 一名驻守叙利亚北部美军基地的库尔德士兵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美国人出卖了我们 我们不指望他们帮我们打击土耳其军队 库尔德士兵还说 他们与美军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 同日 美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作出回应称 但他同时也明确表示 美国不会干预土军事行动 对于美方如此表态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称 显然库尔德人很有仪器感 另据今日俄罗斯报道 俄总统普京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所有非法部署在任何主权国家境内的军队都必须撤离 所有人在任何地方的地方都得离开 所有国家境,与留任何地方都不离开 这些地方是全国家境地中心情 如果将未来共同政府司司会说 普京指出 莫斯科对叙利亚问题解决方案的立场没有改变 并已向其合作伙伴伊朗 土耳其和美国传达了这一立场 并强调叙利亚必须摆脱其他国家的军事存在 叙利亚的领土完整必须完全恢复